今晚我們要醃製了 取薑絲 蒜片和飼料食鹽 均勻按摩魚肉的每一寸肌膚 能夠在去腥的同時 排出多餘的水分 再拍上一層薄厚匀秤的干澱粉 便可準備塑形 燕子的形狀我看不太像呀 大哥 不是 我來還要跟你 把它擺一個造型 繞一圈 繞一圈 你看 現在就把皮藏到裡面去了 把它的羽毛露出來了 再把翅膀這邊捋出來 你看 這個小燕子的形狀已經出來了 是不是馬上就大功告成了 還沒有 把它炸一下那就更像了 油溫六成熱 穩步持續地激發出燕子魚的十足鮮香 直至魚肉定型 外酥里嫩 色澤油亮 此時 靈魂醬汁即將登場 有一股味道一直營養在我的鼻尖 那就是我們的桂花是不是該上場了 我們現在來做這個桂花魚的桂花醬 清水中加入白砂糖 番茄醬 胡椒粉 攪拌均勻 將邊香的熱油倒入醬料 再回鍋熬製 哇 好濃的番茄味了 桂花飄香香十里 你看這個桂花梨我就不到半米 我整個鼻尖都是桂花的味道 足量的甘桂花注入獨特的香甜 成就點睛之比 唇齒柳香 芳香四溢 沁人心脾 彷彿自己就置身於桂花香的花海梨 在燕子魚相遇桂花醬之前 還需一個溫馨的燕屋 劉大哥 我們現在是不是已經大功告成了 鳥巢裡面還沒有鳥蛋 鳥蛋我做得不好 我妻子做得比我更好 唐大姐 這個鳥蛋是做這個蛋嗎 這麼一放 不就鳥巢裡面有蛋了 不是 不是 是我們桂花鎮最有特色的桂花包圖 看來不是這個蛋了 紅薯粉加入開水調勻 趁熱揉成團 可以增強韧性與口感 您平時愛做飯嗎 我平時做飯 但是做了不多 都是劉大哥做 對吧 做這個包圖非常要細心 它不細心的話 它就做不成功 稍許沸水加熟黃豆粉拌勻 再添乾桂花炒香 唐大姐 為什麼這個叫包圖不叫湯圓呢 我感覺跟湯圓做法一模一樣 包圖是紅薯粉做的 湯圓是糯米粉做的 它兩個都是不一樣的 那您更喜歡吃哪一種 桂花包圖好吃些 桂花包圖好吃一些 撕在嘴巴裡面有韧性 很有嚼勁 糯米粉就沒那個嚼勁 朱圓玉潤的桂花包圖落入燕屋 酥脆鮮香的燕屋 泄後甜蜜紅潤的桂花醬 微妙微笑的桂花燕屋 有滋有味 賜於生活一份詩意的回甘 在他說的是我還不會想到的 Cup 注冠 楊